近日,在中船重工集团举行的调研中,在会议室出现了我国第三艘航母图片,让全球各国感到一片哗然,充分表明了印证了新型航母,正在紧锣密鼓的建造中, 其中让国人兴奋的是,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,也就是亿万国人翘首以盼的003型航母,是我国江南造船厂进行主体成舰工作,国内几家大型船厂也参与航母其他模块的制造工作,表明了我国造船工业百花齐放的实力,如今多家船厂进行航母制造工作,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 曾经在二战时期,美军就提出了让多家船厂同时批量建造航母的方案,但与此不同的是,二战时期造舰技术,与与现在的高技术项目是无法相比的。 如今的航母可以说,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,现代化航母所搭载的了上万项核心设备,其中包括,核反应堆、舰载机、拦阻锁、电磁弹射器、特种装甲、相控制雷达、防空系统、反潜系统等都对航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我国通过建造山东舰已经完全掌握了航母建造技术,这也是检验我国工业能力的最好体现。 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后,让全球在长时间里,维持了相对安稳的环境。 曾经各大军事强国都纷纷放弃了航母建设,就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军事强国,也只保留了维持了纽波特纽斯造船厂进行航母的建造工作。 其他大型船厂都步入民用化阶段,名声大造的巴斯钢铁造船厂,也无法具备建造航母了。 昔日的欧洲海军更不用说了,英国法国对于建造现代化航母,更是有心无力,甚至英国建造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龙门调,还要从我国进口。 除此之外,俄罗斯因国内经济形势问题,目前已经没有建造航母的失利了。 最喜剧的就是印度,增金牛皮吹上天,扬言要建造一艘坎比尼米兹的航母,但另一都市料未及的是,一艘航母经过十年的打磨才完成下水,而且暴露了严重的问题,甚至在一年内经历了三次下水,沦为了全球军迷口中的笑柄。 面对当今的环境,全球目前具备多个船厂,建造大型航母的国家只有中国了,毫不夸张地说,003型航母是除美国福特级航母外,性能最优秀的航母了,其中搭载的电磁弹射器这项技术,就可以拿来与福特级一较高下,也让昔日风光无限的海军强国感到羡慕不已。